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早晨 今年是2011年 是新來革命的一馬周圍 所以我今年有一個 中學和大學循會演講的計劃 今天在研會的考量是 現在中學我和新來革命的 我覺得新來革命和香港的關係 是這麼密切的 我們可以說沒有香港這個地方 可能會沒有新來革命運動的成功 新來革命是1911年 有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前身 興宗會和同盟的革命團體 它是用很少的武力 很少的武力 然後可以推翻了本稱專制扶壞的政府 然後將整個中國 由二千多年的專制帝皇統治 由一個所謂君主國體 轉變成一個共和國體 這個是歷史上 中國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革命 當我們這個革命 我們後世的人去評價這個革命的時候 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 有些人認為這個革命是成功的 但很多人認為這個革命是神明的 包括孫中山自己本人都認為這個革命 這個就是孫中山反省那個革命 那個極確關係的時候 給你們看法 但無論我們作為一個中國的人 對新來革命 不能夠莫無所知 過去在英國殖民地統治底下 我們讀中國歷史 極敦新來革命的革命 那段程度已經結束了 1911年 舉發門證 建立文國 這樣就結束了 對嗎 其實今時今日回歸了 我們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不必能地區 但我們現在的新高速 又可以不用到中市 我最近這一年不斷跟這個教育局的官僚 就為這件事去爭論 但現在仍然在香港 一個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文化 沒有一種尊嚴的視覺 那你怎樣算是一個中國人 這個所謂尊嚴的視覺的意思就是 對我們的歷史 文化 我們有一種理性的認知 純粹從一個道德的動機 中國最偉大 中國的歷史 中國文化如月柳牆 不是用這個角度來看 不是從一個道德的動機 即是我們大家中國人 如果在街上看到有一個外國人 有一個中國人 大家都不安全 有一個外國人 這樣就叫做中國人 這些就是很感性的 從一個道德的動機 出來 還有一個理性 文化認知的角度 就是你刺激本國的文化 好的地方 壞的地方 你都要了解 是不是? 歷史都是 其實中國二千多年的川西帝王 統治就是一步 你殺我 我殺你的歷史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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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朝代的轉變 都是加天下 一加一成的天下 唐太宗可以殺他大佬 殺他小佬 然後一舉老頭 然後才是皇帝做 是嗎? 雖然有政府之治 是嗎? 但是唐朝是理性的天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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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一成的 所以孫中山那種 所謂革命的思想 要推翻這個 就是全世界帝王道治 要建立一個共和國 就是這樣 就是 將整個中國 那個政治體制 來一個翻天覆氣的轉變 即是這個新來革命的 可以再一個中國人 即是很難 但是完全沒有 一點點不懂 所以今年新來革命的 一般修圍 其實讓我知道很大問題 我可以做什麼呢? 我不是去中學嗎? 是嗎? 說得多少就有多少 可以啟發幾多同學 不是啟發幾多同學 所以我在立法會裡面 今年陳偉業議員 就提出一個新來革命的 百周年的人 動議面論 我呢 就寫了一篇講稿 亦都是這個動議面論 發言 說了十分鐘 說了十分鐘 七分鐘之一 但是這個動議面論 最後是被否決了 是不是很方向? 為何要否決了 這個新來革命的 百周年的動議面論 不然 一立法會裡面 說的 都過不了 到最後投票的時候 因為分數投票 被黃港對立了 那道理是什麼? 因為我們說民主 新來革命的民主 它說和平統一 大家就是 五一人一個 立法國春國 一結九五九八 結果 它不贊成我們 不過我不贊成 那個分數投票 黃國的論 是不是很少呢? 那個是一個政治的論述 一個歷史的論述 是不是 在一個立法會裡面 是不是 都可以 到最後成的動議 是被否決 香港政府有期改的 那時候港英政府 都會將一些 即是新來革命的遺跡 在香港 它都會把標記在那裡 就是英國人 那些 就是 那些 那些 回歸了之後 那時候呢 是結到兩岸的演繫 稍為有些和援 才開始 啊 新來革命 我們都可以講一下 民政事務局 下面的 康樂文化事務處 現在的設防 是有一個 新來革命 百周年的展覽 那大大部分的 除了呢 就是 大陸 武漢 市政府 和武漢 市委 在共產黨的 就是 武漢市 可以提供這些資料給他們 那為什麼它是武漢呢 因為 新來革命 是武漢手而成功 在武漢的武漢 是吧 是吧 有些新軍的支持 然後才可以 就是 基本上是 沒有什麼死人 不是很複雜的 流血革命 然後就成功推崩了 這個武漢政府 然後建立 那今天我們要講呢 其實是要講 新來革命 新來革命 都不過分 我們 我們 將那篇演示 都給大家 影響了 大家 可以 完了之後 再看看 新來革命 和香港的關係 至少有四個方法 第一 香港 是新來革命的思想 發言 這個是孫中山先生 自己說的 OK 但是實際 亦都是說 因為領導新來革命的 是以孫中山先生為首 這些所謂革命黨人 是吧 為什麼香港 是革命 始終一個發言 孫中山先生 是1883年 直到1892年 這九年年革命的香港求我 他第一監督的學校 是我昨天去演講的 拔帥書院 叫拔帥書生 那時候 他因為他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去彈香山 就跟他的大哥 就學一下做生意 又讀下書 又學英文 又回教會 但是他那段時間 很悶弱 在彈香山 十幾歲而已 整天回教會 那他的大哥就覺得 用什麼信耶穌啊 不行 我極拜神的 是吧 那便趕回他回中山 那他回中山 應該是1882年回中山 那年應該是十六歲 十七歲左右 他真的拔帥 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是柔帥的 OK 然後 那些人不容於鄉 氣 然後又來香港 那些人不容於鄉 那些人不容於鄉 跟鄉 他就是鄉 誰 你以後 這才是鄉 誰 為什麼 他在鄉 哪兒 它是鄉 就是鄉 哪兒 就是鄉 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全身 亦都香港大學的全身 西醫學院 現在叫做李嘉誠醫學院 因為他流水 捐了一筆錢出來之後 現在醫學院都用他的命 其實正確一點 就應該叫他村中了醫學院 至少西醫學院出了中華民國國府 出了一個領導新華革命 推翻二千多年的專制帝王古誌的一個大文化 原來這個世界有錢之大 香港有一個出口的例子 如果你問李嘉誠是否知不知西醫學院 我會想到他這個救命 他只會不義以戶者貴 欺活以某 他在1923年 重返他的母校 香港大學 即是革命成功之後十幾年 1923年 什麼時代背景在中國 在孫中山 在整個中國四分之五 他無權無勢 他要不乏統一中國 要令到中國出了一個真正統一的國民 1923年 他重返香港 在他母校 在香港教英國 他在英國去看英文英國 在香港 英國的題目就是 為甚麼我是一個革命者 Why I became a rationalist 為甚麼我會變成一個革命者 在英國裏面 他特別強一點 他在香港求學的時候 他在香港求學的時候 隔了他去那裡街逛逛逛 我剛剛講的生活 他發現 香港的人 生活 安和樂理 這裡的繁殖 有堅持 理事 相對有清明 其實那時候的殖民地政府 也有很多貪污 但是相比於 只有紫赤之遙的中國外地 在滿正的專制統治下 竟然淪為了自殖民地 自殖民地的意思 就是比殖民地間要不如 然後官吏就貪污 民生丟毀 為甚麼英國人統治下的香港 可以理事成平 人民生物安和樂理 而自由自稱之餘的中國外地 就好像人間連用的 所以他 埋生隔離的思想 他有一個說法 我們在香港 為甚麼不可以產生 改革中國 惡政治的思想 所以他說 他說我的革命思想的發言 就是香港 我記得在1989年 這個六四慘案發生之後 人民日報 在7月份 還有一篇評論員的文章 他的標籤就是 香港 是哪一幅期 二十 二幾次 這一篇文章 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 代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 幫權派的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後事 還有很有強調 OK 很多次政治鬥爭 是由一些評論員文章開始出現的 他將香港定性為一個顛覆紀念 原因就是 在這個1989年春夏之教 中國大陸發生了一場波瀾狀闊的學生 外國版主委 到最後在6月4日 以軍隊統察學生舉足